Yo man 各位 我是小小林老師 今天是端午節 我們當然是必須來挑戰一下 力彈啦 那由於我現在家裡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要自己錄影 還沒有腳架 然後呢 就剛剛買了一盒彈 OK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挑戰單手力彈 因為一隻手要拿這個攝影機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啦 GO GO 好的 那我剛剛呢 才去這個超市啊 買了一盒彈 怎麼開啊 這根本就 一隻手開不了耶 我先用這個夾著好了 多麼的客難啊各位 這我用腳夾著 因為我的腳架留在台北 OK OK 太棒了 立彈呢 這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訣竅耶 這個它是一個橢圓形的形狀 對不對 這上面比較尖啦 下面比較那個 就是 扁一點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立吧 可是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桌面是有點 紋路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耶 但不管啦 我這個 腳夾著的這個方式還蠻厲害的 好 我們來挑戰立彈吧 幹 根本就立不起來啊 換一顆 這個是彈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相信 怎麼會 各位 這有問題嗎 根本立不起來啊 還是是我買的這個 還是是我買的這個蛋有問題 不可能啊各位 各位 我很明顯感受到這個 離能夠立起來差很遠 我們換個地方試試看好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就 這樣子應該看得到吧 我改成換到地板來試試看好了 這應該是可以錄得到的 不對 是電風扇的 有電風扇的問題 先把電風扇關掉 把一切可能性給排除掉 好 來 各位 地彈 訣竅就是要有耐心 太難了吧 快殺人了 欸 欸欸欸欸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 一個方式 是不是我買的蛋有問題啊 好 各位各位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 Google 他們說這個 要在比較粗糙的這個面 上面會比較好立 我剛剛在那個光滑的地板上 比較難立 我們現在來挑戰一下 在這個木桌上面立 試試看 來 Go Go 要有耐心 根本不行啊 哇 躁鬱症要發作了 這很難欸 完全不行欸各位 這這這這這這不是做效果啊 太難了吧 我要偷支部了我不管了 那個 他說如果真的是做不出來的話 可以在上面鋪一個衛生紙 會比較好立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不要跟我說 連衛生紙鋪上去都立不起來 我會中風喔 欸各位各位各位 成功了欸 欸 我要拍個照 自拍一下 耶 嗚呼 成功立蛋囉 欸 在衛生紙上面真的簡單很多欸 好爽喔 那種成就感真的是 滿滿的 我們再挑戰一顆好了 再挑戰一顆 真的不行欸 要剛才運氣好嗎 真的不行欸 要剛才運氣好嗎 真的不行欸 要剛才運氣好嗎 哇 啊 啊 這個大到啦 哈哈哈哈 啊 算了 就這樣吧 今天已經第一成功一次了 啊 就到這裡吧 各位端午節快樂 拜拜